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为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能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来讲每个礼拜 最高兴的就是周末放假 那周末放假最高兴的是 能够透过新闻点评 跟大家来点评新闻 新闻点评 那一直以来做一个媒体人 大概我们不管在每天的 新闻今日谈 或是每周的新闻点评当中 谈的都是中美贸易战 那在这个谈的过程中 不断的看到中美之间的矛盾 似乎没完没了 对不对 一波又一波 当然我们看到在过去刚刚这个礼拜 特朗普在这个美国代表 刚刚上飞机的时候 就说这个惩罚性关税 3000亿10% 对不对 顿时之间大家都觉得 那怎么回事 对不对 连那个莱特希泽都 说不可以 你不能这样子 对不对 那随着到了这个周一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民币也破期 因为从08年到现在 人民币基本上是保期 破期的概念是代表人民币升值 对不对 升值的结果当然来说 应该是贬值 说错 贬值 贬值的定义当然来讲 这个有很多令人比较担忧的 或许可能在出口上有利 对不对 但也可能到资本外流的情况 甚至资产泡沫 这些都是比较 让大家比较担心 比较负面的 那也看得出来 这个人行最终会让人民币破期 人民币等于是进入一个 这个贬值的开始 这个是有诸多的不得已 那中美贸易 这个我们如果把贸易拿掉 中美那到底中间的矛盾 有那么大吗 那到底矛盾的所在在哪里吗 那我们当然看 可能现在都是什么 智慧财产 什么什么这个开放市场 强制技术转移 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 难道这个就是关键问题吗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 目前浮上台面的问题 真正要看台下 有没有暗潮汹涌 那个其实是蛮久的 只是现在刚好 因缘即会浮上台面 这个叫话说 这个想了很久之后 决定这个要做一个系列报导 所以从本周开始 我大概准备三周的时间 要来做一个系列报导 谈中美之间的矛盾之所在 那这个大概分三个系列 今天是从军事的角度 那下周呢 我们还会谈到有外交 跟未来的这个经济 三周把它谈完 那这个系列报导呢 我就想取一个名字 这个至少知道这是一个专题性的嘛 那想了很久 就想到一个名称 对不对 一般呢 这个两个这个男女之间 就为了定情对不对 这个都会送一个叫这个项链 那这个项链呢 有人说叫爱情的锁链 就表示呢 这个或许女方给男方打一条项链呢 希望这个男方的爱啊 不要变 对不对 叫爱情的锁链 好 那当然来讲呢 锁链除了爱情的锁链之外呢 基本上锁链就是个负名词啊 动物园用的最多 对不对 锁老虎 狮子 那另外什么时候呢 你们家的门呢 要锁上 不让外人进去 或是呢 这个监狱锁了 不让坏人出来 好 那这个锁链呢 基本上负名 这个负名词 这个绝对不会你去朋友家做客 带了一盒锁链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水果还考虑一下 所以这个锁链呢 都是一个负名词 可是我们看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系列报导 叫大锁链 实际上讲的就是中美之间 这个现在存在的这个 这个最大的矛盾是锁链 因为我们知道在二战之后 大家一定听过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太平洋锁链 那个都在干嘛的 那干嘛用的 那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对不对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 为了防堵中国的一个 这个战略布局 对不对 就像那个一带一路一样 那说什么东西叫一带一路 对不对 照英文字面 就一条路上面一条带子 那不能这样解释 那这个岛链 也不能说这个中间有没有铁链 没 对不对 但它是一种政治外交军事上面的围堵 那当然我们这个大锁链 就要从头讲起 那讲到第一级我们想谈的是军事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知道美国 这个建国两百多年 在这两百多年当中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 政治人物的心理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来讲我们就稍稍回顾一下美国 美国在刚刚建国的时候 大概两百多年前对不对 全世界放眼看去呢 他算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因为我们再往前推 大概距离现在五百年前 大航海时代好了 我们用一条线一画 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世界 那个时代 大家都是各国各的 对不对 你大他大 各国各国各的 那个虽然当年有什么古希腊 古罗马 什么甚至有阿拉伯帝国 什么什么 这个是蒙古帝国什么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 国与国之间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强调 所谓的就是那种包围 制衡什么 或者是两个大国共存 因为举例来讲欧洲 或者是亚洲 那时候地理位置太遥远 对不对 那时候美洲没人 这有原住民 所以不记 那时候五百年前 能在地球上 算得上 这个有分量的 那就是亚洲 还有欧洲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呢 这个近几百年 这个近五百年 大航海之后呢 这个亚洲的 那个天朝大国呢 就比较腐败 对不对 清朝比较腐败 弱了 国力就弱了 对不对 虽然国土很大 就弱了 那欧洲呢 似乎成为当时的世界中心 对不对 那当中 因为大航海时代 我们讲过嘛 对不对 先是葡萄牙 西班牙 到荷兰 到最后变成英国 英国就变当时欧洲的大哥大 虽然它是孤权在欧陆之外 但是呢 它大英帝国 那不在话下 对不对 那就不必多说 光是讲纽西兰的这个历史 对不对 那就不言而喻了 好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当时全世界啊 它真的是英国就大哥大 对不对 就连那个日本啊 跟俄国打日俄战争 买的船 是跟英国买的 在那个船上的舰长 不是日本人啊 是英国人啊 因为那时候呢 要包这个售后服务 对不对 我给你买船 这个船呢 还要操作嘛 对不对 那日本人还不到那个水准 所以就雇英国人来当船长 所以打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 虽然是什么 这些日本的将领啊 什么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英国人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像当年北洋水师啊 还是雇很多英国人啊 当船长 好 所以英国 这个国力啊 就够强了 对不对 好 那欧洲啊 就很强 那当然呢 在美洲大陆的那批移民啊 经过两百年后 发现呢 这个大英帝国啊 在剥削他们 就起而独立了嘛 对不对 就独立 打独立战争啊 这个当然也牺牲了很多性命啊 最后就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好 这个我们呢 就走得快一点啊 不然这个历史课以上 要上很久 好 这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后啊 美国啊 其实底气还是不够 对不对 虽然他打败了英国 他没有把英国踩在脚底下啊 他其实还在 就是说 我刚刚建立一个国家 还蛮小确幸的 在那边想说 我现在终于啊 可以自己过日子 不要看了 这个英国的脸色 英国国王 跟我无关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自己过我的好日子 就在这片土地上 我不犯这个井水 不犯河水 大家自己过的 好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啊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慢慢啊 这个美国经济 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呢 这个人对不对 就希望呢 我的国土能不能再大一点 我的国力慢慢现在经济好了 我能不能再拓展一下 再发展一下 那接着呢 他就看到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西班牙 所以当年啊 在这个 等于是 因为西班牙当时一直在 这个中南美 还有很有影响力啊 对不对 那美国啊 也有一定的担忧嘛 对不对 尤其是各位要知道 美国在整个建国之后呢 当时只是在这个东岸这一边 那这边西岸都还是墨西哥的 对不对 那所以当时呢 后来打了一个美西战争 那个有一点也是 这个西班牙当时是没落了 对不对 没有把美国看在眼里 所以呢 就莫名其妙两边打了一仗 美国呢 甚至打到这个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当年呢 他们那个西班牙跟葡萄牙 跑到教皇那里 把世界一分为二嘛 一人一半 菲律宾是西班牙的 所以美国后来打到西 菲律宾啊 把菲律宾 这个西班牙就输了 所以美国曾经统治过菲律宾 美国在那一次美西战争之后 突然发现 我美利坚合众国 还是可以靠战争 去抢一点东西回来 对不对 虽然呢 我是民主国家 但是说穿的民主国家 也不会说不爱钱财嘛 对不对 也要吃饭 对不对 但是呢又要装的自己是民主国家 所以你看好几次啊 打美末战争 最终呢跟墨西哥说 你输了对不对 你把这个现在的 现在的北美的这块土地啊 卖给我 就是美国西岸什么 旧金山啊 这个洛杉矶 你只要看那个San Francisco San Diego San那个都西班牙语啊 对不对 那跟美国没关系啊 你看那个东岸 什么New York York是英国的地名啊 加个New就New York New Zealand也是一样 Zeeland 前面加个New New Zealand 对不对 那你跟美国说整个东岸啊 你看不到什么 San的这个地名啊 就都在西岸 你就知道当时这个是 这个墨西哥帝国的地盘 对不对 好打败了 墨西哥打败了 美国说我买啊 对不对 付你钱啊 那墨西哥你说能不卖吗 就卖了对不对 那当然美国就这个土地就慢慢扩大 他就发现啊 这个透过这些战争当中呢 他可以增加他的土地 国力 人口 面积都来了 所以当年啊 刚刚打完美国战争 把这个美国西岸买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东岸的人啊 要去西岸 各位要知道 那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啊 对不对 大家说不是那个西部电影啊 骑着马穿着牛仔裤 坑坑坑就去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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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啊 很难过去 那怎么办 那时候呢 从美东 纽约 要去假设洛杉矶 你知道怎么走 坐船 走到哪里 走到 现在的就是巴哈马运河的地方 对不对 从那边呢 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 到那个地方最窄 对不对 下船 走陆路 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呢 再 再上船 上去 对不对 上去呢 到洛杉矶 就是两段海路 一段陆路 这样子才能到西岸 后来当然美国做这个大铁路啊 把东西贯穿了 对不对 解决了这个整个中部的发展 东西之间做了一个联系 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美国一直是有一点点这种 这个过程发展中 就发现说 我现在发现这个武力蛮好用的 所以 美国当时就一派理论 尤其在打完美末战争之后 就说我这边是太平洋 对不对 西岸这边太平洋 东岸这边是大西洋 我能不能把这两个洋给控制住 对不对 你看 因为过去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全世界的海洋 只有一个大哥 那个叫大英帝国 对不对 大英帝国称霸海洋 没有人敢跟英国挑战在海上 好 美国说 那这样 这个大西洋跟太平洋 我来抓 对不对 他就希望能够称霸 但这是一个梦想 对不对 因为这两头你要称霸 那个换句话讲 你的军力 你的实力 你的各方面的影响力要够大 好 这是第一个梦想 对不对 好 接着时间的发展 我们就走 好 就走到了哪里 就走到了一战 一战刚刚发生的时候 这整个在欧洲打 对不对 一战简单的说 应该叫欧战 因为除了在欧洲 别的地方没打 亚洲美式 美洲美式 对不对 就是欧洲那批人在那打得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但大家说叫一战 那就一战 好 那应该第一次 有那么多人 有记录 现代 不是用冷兵器 用热兵器 在那里 这个发射机关枪 什么 这个都来了 都发明了 好 那在那场战争中 美国刚开始不参战 他们就不想参战 他觉得 因为打那种仗 有点乱 因为那么多国家下去打 打了半天 他的欧洲利益 有没有等打那 拿到什么 比如说我 美国去参战 我有没有好处 对不对 他在 他在 他其实算过 他算算 刚开始算 他算不到好处 他就说 那这样 我卖我的装备 卖粮食 卖武器 给他们 对不对 这个利益 比较实在 我去那边打半天 我要统治他们 语言文化 什么都不一样 这又不符合 我美国的那种 民主国家的风范 对民主国家风范 这干嘛 就是要 投票 对不对 哪怕是三个抢匪 两个夫妻 对不对 一投票表决 民主程序 我们抢你 民主程序 那两个两票 三票对两票 还是过了 这笑话 这民主投票 曾经最大的笑话 好 那当然来讲 这个衡量到最后 说不行 一定要去 对不对 不然呢 这个你在世界上 你就没有影响力 那这个美国就很兴奋 就弄了十几万 几十万大军 这个准备 要出去 因为美国在那个之前 他在世界上 Nobody 不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英国那些 才厉害角色 他终于觉得说 这个就像 Teenage的年轻人 刚刚满18岁 对不对 可以去酒吧喝酒 那种感觉 对不对 无比荣耀 兴奋得不得了 虽然很贵 但是觉得说 我就是大人了 对不对 十几万的美国人 很兴奋 远渡大西洋 来到欧陆战场 打这场第一次事业大战 好 那当然 第一次事业大战 后来打得很快就结束了 跟那个流行性感冒 有点关系 那个不展开讲 各位Google一下 那打完那场仗之后 美国就发现 太好用了 因为我打完之后 当时的美国总统 还提出了一种 就是叫做理想主义 在这个巴黎和会上 这个美国总统纳尔逊 提了14点计划 要大家怎么样 归还土地什么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在那14项当中 和他的建议当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第三样 要开放贸易 这个往来 那时候 第一次事业大战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美国后面说 谁该还谁的地 谁该还谁的地 那些 打你不能占人家 谁要还谁 其中有个第三条 就说要恢复这种开放的贸易 美国人就要做生意赚钱 换句话讲 一战打完 你们要把市场都开放 让我美国货 可以卖给你们 你们不能不让我卖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那种理想主义 当时巴黎和会 就秉持美国总统的建议 大家后来签了凡尔赛协议 美国人就发现 你看看 我大概终于在这个世界上 至少现在是二哥了 对不对 大英帝国 还在 对不对 没被灭掉 对不对 所以至少我是二哥 而且我的话是有分量的 对不对 美国总统提出的14项建议 大家拿去巴黎和会讨论 对不对 这个理论上 你美国跟欧洲 美洲跟欧洲还差很远 但因为美国参战 所以讲话有声音 好 那驿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整个政治氛围 就觉得说 这个打仗的玩意儿 成本挺大的 又死人 劳民伤财 然后打了半天 咱们也没什么特别好处 对不对 也没弄几块地 对不对 也没什么 将来能够抢一些什么回来 因为不能干嘛 对不对 我是民主国家 我不能抢 只能叫你们大家跟我做生意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就算一算 这个拨拨算盘 他们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算盘 反正就拨一拨 一发现滑不来 所以美国后来呢 在一战之后呢 就进入了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啊 这个也不能叫闭关锁国 就是不管他人啊 对不对 就变孤立主义哦 我过我的 后来的门罗就这概念啊 我你们欧洲怎么搞 亚洲怎么闹 不干我事 你们不要来我美洲 对不对 因为大家知道南美 中南美在他后院 他不敢背面受敌嘛 因为两边呢 有大洋保护 所以理论上呢 这个我就不管了 那孤立主义啊 当时在美国还真的有一段时间 所以后来不是到30年代 还有这个什么 就是那个经济危机 就是因为他用孤立主义 苛征关税 保护自己产品 弄到最后 整个金融垮掉 全世界跟着大家 你来我也来啊 对不对 你关税 对不对 我也会啊 我也有东西啊 就弄到大家 最后统统活不下去 整个华尔街 这个跳楼 好 所以美国人的心态啊 各位看 从建国的时候 对不对 光是一个殖民地的农民 到变成一个国家 然后呢 慢慢开始 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啊 开始在走动 开始慢慢在看大局的时候 他的心态慢慢 其实也在调整 有进 有退 对不对 他在慢慢摸索的前进 时间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严格的来说 那真的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啊 对不对 亚洲啊 打到那你看 混天黑地 中国战场 几百万大军在那边对决啊 对不对 那多少战役 一打都是几十万人 三十万人 五十万人 在那边对决啊 对不对 欧陆也是一样啊 也打得稀里哗啦啦 对不对 那不是那种什么 什么一百个对三百个那种打法 对不对 是几十万大军上去那种 大决战啊 所以那是真的世界上 大概除了美国本土 没打之外 亚洲 欧洲 哇 那个精彩啊 热闹 打 那才真的叫世界大战 好 美国当然后来呢 这个参战了嘛 对不对 去了亚洲 去了欧洲 二战后的美国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 这种霸权心态 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继续新闻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第二段新闻点评 我是David政经纬 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 我们因为是一个系列报导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第一集 先把美国在过去建国以来的这种 心态吧 简单的用一个最短的时间 跟各位做了一个分享 那再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军事这个岛链啊 这个锁链的环节 那大锁链呢 这个概念实际上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在1951年呢 等于是在这个简单的说就在韩战呢 就朝鲜战争之后呢 美国在朝鲜半岛 等于是说句不好听就吃憋了哈 虽然当时打的是联合国多国部队 对的是抗美援朝的这个志愿军 但理论上呢 就是美国跟中国呢 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战争 对不对 那美国当然到最后呢 只能呢就是推到38度线 大家这个就停在那里 以美国当年 对不对 在太平洋战场 在欧陆战场 那麦克阿瑟是巴不得啊 就打进去中国啊 对不对 就把那个他们认为的红色中国啊 给灭掉 当然呢 甚至呢还要动用原子弹 但麦克阿瑟都有规划 听说这个杜鲁门啊 知道之后啊 这个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杜鲁门啊 他是因为在罗斯福病逝之后 在任内由副总统接总统 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呢 他算个文人对不对 他而且又是副总统扶政 补上来的哈 不是民选的 就威望对不对 就个人的领导能力啊 那远远在罗斯福之下 可各位要知道在战争的时候呢 这些大将军啊 那他们不是那么的卖你政客的杖啊 对不对 军队都在他们手上 虽然呢美国是有这个总统是最高统帅嘛 对不对 但是常常在战场上瞬息万变 对不对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从啊 这个治古天朝大国就说过嘛 所以迈克阿瑟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在太平洋战场 当时非常有名的啊 叫尼米兹 这两个都上将对不对 尼米兹在二战之后 就没有到这个东京啊 什么去当那个占领司令啊 他就回美国本土 那迈克阿瑟啊 在日本说句不好听啊 就是等于是太上皇啊 这日本天皇头顶上司啊 天皇去见他不是他来见天皇啊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朝鲜战争发生 就挨着日本就马上调兵遣将啊 亲自作证对不对 给你打回去 这面子问题嘛 不要说军力军力不在话下 面子问题 好打了一场 当然杜鲁门后来一直死啦活啦 是因为怕这个苏联啊 趁机这个跟美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这个杜鲁门啊是管仗的对不对 他知道这个美国的国力啊有多少 还能不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最重要 这个你要知道 不管怎么样 这个总统 他毕竟还是总统 对不对 那我们常常常功高啊 正主 所以迈克阿瑟最后啊 硬是被从战场给拉回来 对不对 听说要去换通知他要撤换他的时候 他派谁去 没人敢去啊 大家都不敢去啊 因为迈克阿瑟 那你也知道 已经到那个位地位的时候 谁敢去通知他说 报告总司令 总统要把你给撤换掉 谁敢去啊 对不对 最后呢 是怎么样 想到一个方法 谁都不去啊 也不能发个电报通知你说 你被撤换了 那可能要搞的就问题大了 那时候呢 这个就是在这个白宫啊 召开新闻发布会 三更半夜哦 因为日本这边是白天 有跟媒体就宣布 迈克阿瑟 杜鲁文说迈克阿瑟 这个已经啊 这个被 讲的当然比较好听啊 这个职务调动 换了另外一个去接替 迈克阿瑟的工作 都说就讲的 当然要给麦克阿瑟留点台阶 那麦克阿瑟呢 这个也没办法嘛 就黯然的 就当然人家跟你下台阶 你自己要跟着台阶走啊 对不对 你要翻什么脸 对不对 就就回了 回到美国本土 后来不是跑到国会演讲 老兵不死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我 就只是凋零 那个著名的演讲 就是他已经认了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 大势已去 对不对 毕竟总统那最高元帅 除非你要叛变 对不对 好那你就接受命令 再厉害再牛 也只能告老还乡 好 那这个美国在 这个就吃了一个这个憋之后呢 后来当时啊 国务卿啊 就设计一个 说呢 这个我们朝鲜 对不对 没这样的便宜 在朝鲜半岛 我们就要做一个岛链 叫第一岛链 那杜勒斯呢 这个国务卿啊 那个跟那个 那个卖产品没关啊 杜勒斯是国务卿 他呢就就做了这个 这个提 讲出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概念 那简单的说就是 这个韩国 对不对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这样做条线 包住 那后来当然还有什么 第二岛链关岛啊什么第三啊什么啊 那但是呢 就已经啊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当中 开始要在这个美国跟这个 所谓共产主义国家 什么苏联 朝鲜 中国之间呢 围一个栏杆 就像那个铁丝网一样 拉开了 所以那时候不是说吗 那叫铁幕吗 对不对 说铁幕啊这个 所以当然呢 那时候接着就是美苏冷战 两边非常的紧张 对不对 所以到这个 这个满长一段时间啊 这个后来不打越战吗 美国那些将领啊 都打过朝鲜战争的了 对不对 都吃货亏的了 所以到这个越南的时候呢 这个北越跟南越啊 那时候胡志明啊 在北越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呢 胡志明不是那么的这个好战啊 所以一定要把南越给灭掉 但是呢 美国在后面啊 给南越 这个军事顾问团 讲得然好听啊 就派去了 武器 装备 援助 训练 全部美国的版本 他的目的干嘛 说是防堵 共产主义 但实际上呢 美国的军方啊 骨子里 还是呢 对于那种朝鲜战争的 那种闷气啊 还没完 对不对 想逮到机会 我好好的修理你 因为大家都知道 北越的后面 有两个大哥 对不对 一个叫中国 一个叫苏联 对不对 不然北越凭什么 跟南越打 装备哪来的 就是后面有两个大哥 对不对 南越说 我后面有个大哥 叫美国 就打的是什么 代理人战争 越南人就在那边打 这后面是什么 大国 彼此看得不爽 在角力啊 对不对 然后两边打 所以听说胡志明当初啊 要不要跟越南 南越打的时候呢 这个苏联的意思是说 就这样 一分为二 分治 对不对 但听说中方呢 是鼓励啊 这个北越 去收复南越 对不对 统一 好 那当然呢 这个话题 我们就不攒 但美国的军方呢 这些将领 就一直鼓动啊 约翰逊 这约翰逊啊 就跟当年的杜鲁门一样 因为呢 当时肯尼迪 大家都知道嘛 在任内被人家刺杀 对不对 这个约翰逊啊 就在飞机上宣示 就任美国总统 好 那这个等于代理职务嘛 那接着呢 又到了选举年啊 他要选啊 要扶赠啊 对不对 不然你就要回家 好 所以当时呢 他就一直想 这个越南啊 这个要不要去打 军方就一天到晚跟他讲 要要要 一定要去啊 快要去 你不能拖 拖久了呢 就没戏了 咱们要快点去 把这个北越给打掉 那当然来讲呢 顺便也可以树立你的威望 这个 但是约翰逊知道 这个战争如果一打 万一打的 又像朝鲜半岛的这个韩战 朝鲜战争啊 那这基本上 他这个总统没望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有点犹豫 当然来讲啊 这个后来有一个 越南那个东京湾事件啊 有些人说呢 是北越挑衅 炮艇挑衅 有些人说是美国啊 故意这个说啊 这个北越攻击 所以我们啊 要对他 这个反击啊 这个当然这个事件 像一个罗生门啊 现在还是个谜 到底是谁先动手 但是美国就在这个节点上 说东京湾事件呢 是说美国军舰 遭到北越炮艇 在攻海上袭击 哦 这是大拿 美国说我只是啊 在攻海上 做情报收集哦 对不对 我没有介入战争哦 我的驱逐舰 只是在攻海 对不对 帮南越 情报收集 我没有参战啊 我也没有炮轰你 我也没去丢炸弹 带你炮艇 攻击我 对不对 虽然我航母的飞机 把你炮艇 都干掉了 对不对 三个都打掉 但你有 攻击我在先 对不对 所以后来啊 这个事情就弄得很紧张 对不对 结果美国军舰后来又说 这个越南的炮艇又来了 那是真是假 谁知道 对不对 美国这个约翰逊啊 抵不住军方的再三 尤其国务卿 安全 国家安全顾问 就鼓励他出兵出兵出兵 而且他政敌啊 笑他 说这个越南的事情上呢 约翰逊啊 是一个就是胆小鬼 对不对 约翰逊啊 为了选举 为了军方的这种 各方面的这个压力 对不对 妥协了 太平 地面部队哦 不是顾问团哦 就部队就去了 最多的时候 在越南有四十多万美军啊 投入战场 但是话讲回来啊 美国打太平洋战争 打欧陆 打朝鲜 他没打过那个丛林战啊 对不对 听说美国刚到越南的时候呢 大家都傻眼 这个战场 怎么就在那个树林里面 没路啊 对不对 怎么打 对不对 越共呢 这个无处不在 弄了这个美国战术 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还好 发明了直升机 美国就说 我用直升机 把部队啊 就带到战区 快速下去 快速打完 快速撤退 对不对 跟传统的战术啊 全部整套 重新开始 对不对 当然美国后来丢 什么轰炸北越啦 什么什么一大堆啊 这个从辽国起飞 去炸那胡志明小径啊 什么 到后来当然越南 后来还是 这个狼狈啊 退出了 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美国在那个时代 对于包围中国这件事情啊 特别有兴趣 虽然哦 1972 这个季辛格 这个代表啊 这个 这个去了这个中国 见了周恩来 后来安排了尼克松 到中国访问 接着到后面几年之后呢 中美建交 但是哦 这个外交归外交 在军事上 没变啊 不会因为中美建交呢 咱们两边呢 变得哥良好 各位应该还记得 在2001年 对不对 海南上空 美国派出那个P3啊 空中 侦察机 对不对 中国不是派了一架 战斗机上去 是歼8吧 那个王伟嘛 那飞行员 对不对 就飞机两个 这个 经过碰撞之后 战斗机 因为战斗机靠的是冲力 对不对 浮力不够 就失速嘛 就坠毁 飞行员死掉 那当然那个P3 后来降在这个海南 那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美国啊 在监视中国 没停啊 到这个都哪一年了 对不对 那跟不要说 以前什么U2啦 什么SR71啦 到卫星 他始终在监视中国 对不对 对中国的整个动向 中国的变化 对不对 那这什么 那就是什么样的心理 就是说我堵你 我怕你 我防了你 如果今天 中美建交 两个是好朋友 你需要去监视你朋友吗 对不对 你跟你好朋友 在一起 你需要去每天跟踪他 监视他 对不对 他会不会做什么事 对你不好 那你那叫朋友吗 但没办法 国际上呢 这个朋友跟敌人啊 往往是一线之间 今天呢 是朋友 就曾经讲过嘛 今天的敌人 不代表永远的敌人 对不对 也可能明天变朋友 后天又变敌人 所以中美之间呢 在外交上 好得不得了 这个邦交 对不对 上海公报 这个双方都有大使 对不对 有人员往来 各种往来 但是在军事上 虽然又往来了 但是呢 美国还是有一条岛链 刚刚过去这礼拜 美国国防部长 刚上任11天 就来纽西兰了 先去澳大利亚 接着来纽西兰 上礼拜天到澳大利亚 礼拜一到了这个纽西兰 来干嘛呢 其实就是来干嘛 希望把这个岛链拉大 延伸 延伸下来 对不对 现在新的这个岛链叫 太平洋锁链 对不对 就希望呢 因为这两年 中国的这个军事发展 越来越快 对不对 在2017年 这个官方统计 中国这个军舰下水的吨位 是多少吨呢 是这个20万吨 20万吨 各位要知道 1万吨的船就很大 20万吨代表一年了 他做了那么多船下水 那就表示呢 他的产量很大 连美国都比不上世界第一 就代表中国在海军的这个整个装备的更新上在不断的加速 如果各位稍稍回忆一下 大概90年代好了 中国的海军啊 整个船舰还是什么 二式的设计风格 就是那个舰手船头啊 翘的高高的 对不对 那个一看就是那种 挺老式设计 这些年啊 中国海军的船的设计呢 就突破了 对不对 什么隐形的造型啊 船身的设计啊 各方面呢 都在做突破 而且造船的速度非常快 吨位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做 那接着呢 这个其实说穿了 第一岛链呢 宫古海峡 早就突破了 前阵子辽宁舰 还去绕了快到 关岛的外围 又绕到菲律宾 又绕到南海 对不对 虽然说这是 这是一个巡航训练 但是看得出来 这个中国的海军啊 现在已经有 慢慢有能力啊 向外推了 因为早年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这个1949年 这个国民党 等于是撤到台湾 这边是中华民国 这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 台湾海峡 有大概30年的光景 这个中国任何船只啊 是不能通过台湾海峡的 有30年的时间 一直到1979年 双方呢 才终于啊 关系比较和缓 等于是有一个海峡中线 然后呢 你走你那边 我走我这边 那个那种对立啊 才降温 1979年呢 到80年呢 对不对 那就代表呢 这个当时的中国海军啊 还没有一定的能力啊 就武力不够了 对不对 就不够硬 你没办法 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两边的对峙啊 那还是呢 一边优于一边 好 到了79年 慢慢两边的关系 两岸关系 和缓 对不对 开始比如说 台湾 台湾很多老兵 可以返乡去寻耕 那很多大陆游客 可以来到台湾 那接着呢 两岸的紧张关系呢 就慢慢在淡化 那开始海峡中线之后 大家就比较和缓 但是看得出来 因为就算和缓 中国在海军的建设上 没停 什么核动力潜艇 对不对 航母 辽宁舰出来了 对不对 后面还有两三艘 也快了 这样造船厂 很快就要出来了 那更不要说什么 驱逐舰 什么巡洋舰 什么这些一大堆 好 那现在呢 这个第一岛链 宫国海峡 已经过了 对不对 突破了 那美国就说 那怎么办 往后退一点点 对不对 第二岛链 关岛 关岛其实在 美苏冷战的时候 它是个热门的地方 当时驻扎重兵 但随着美苏冷战结束 关岛其实有点荒废 那个军方都撤了 可是在2010年 欧巴马上台之后 投钱 把整个关岛的军事基地 投了刚开始就80亿美金 就军港 机场全部重新建设 因为荒废 对不对 就全部重新来 要建 要弄 开始慢慢把军力 再放在关岛 干嘛 堵中国嘛 防堵中国嘛 对不对 这个布局 我跟你讲 民主党 共和党 谁当总统 布局是不会变的 那未来的中国 怎么样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舞台上 能够在军事上跟美国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稍坐休息 待会继续 新闻点评 一伙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第三段新闻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在这个礼拜呢 我们以这个大锁链为题 来谈中美之间的矛盾 那当然本周第一次谈到是军事 那这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呢 随着时间的发展 大家都认为呢 这个中国军事不断的在增加 不断的这个有更多的 这个投入 可是也有人呢 在警告 就说中国的这种军事发展 也可能是美国一种 所谓的就是消耗战 因为军备竞赛啊 开始之后 那是没停的 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 苏联会瓦解掉 其实一大半 是在军事竞赛当中呢 掏空国库 因为你不能输美国 对不对 你要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做那么多 但因为没有打仗 有一些装备啊 随着时间淘汰的 更新的出来 那个旧的叫丢掉啊 那个弹药你不发射 过期也要丢掉的 那种消耗是很可怕的 美国在2020年 编列的国防预算是 7500亿美金 7500亿美金 这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的这个军费啊 投入的非常多 对不对 特朗普上任说 今年嘛 还说要做第四艘 福特级航母 另外F35啊 再加77架 就说美国当然今天因为 很多经济的因素 各方面的问题 他在他有一定的能力啊 不断的用军事力量去扩充 那如果中国啊 也走入了这种所谓 军事竞赛的这种行列 因为现在中美之间啊 的矛盾还静止于贸易 如果有一天 升级成为军事队力 就是冷战哦 新冷战哦 中美的冷战哦 开始的时候 那个军事竞赛是跑不掉的 对不对 你美国有多少 我要是做不到 我们就输你了吗 那就还讲什么讲呢 对不对 做 可是各位要知道 军事竞赛 那是巨大的成本 中国 平良心讲 对 国力 财力 各方面都很够 但是中国的发展 是方方面面 都还是需要钱的 如果一味的把所有的这个预算 投入在军事上 那坦白讲 你这个就会出现一种 挪移的效应 很多地方可能就 在基础建设啦 各方面的建设就没钱了嘛 因为你要去做那么多 买那么多装备 对不对 放在那边干嘛 跟美国比 不打仗 对不对 只是比 比到最后 对老百姓来讲没有用啊 对不对 老百姓这些军舰 大炮 对他们讲没什么用 所以呢 很多人也提醒就说 不要走入这种所谓 军事竞赛的陷阱 这是最重要 当然中国这几年呢 打的都是这种战略是叫做 反介入 所谓反介入呢 就是说 你不要不要来 你要进攻我的时候 我能够抵挡住你 对不对 还谈不上到军事竞赛 至少现在是看起来还没 没跑到那个位置 但是呢 随着美国不断的在贸易上 各方面的不断的刺激 加码压力之下 这个中国会不会走向 这一个未来这种军事竞赛 是有可能 也不能低估的了 但相对而言 这个也是呢 对中国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 就是军事竞赛 陷入这种所谓新冷战的 这种环节当中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今天的分析 能够让大家去思考 去想一想看 未来中美之间 怎么样才能够化解 彼此之间的矛盾 好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也非常谢谢各位 一直以来 在各方面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尤其在每天 不管是新闻今日谈 或是这个新闻点评 下面留言 在YouTube上 我都看 每一个都看 这个有需要 我一定回复各位 欢迎各位 在下方今天也留言 您认为 有没有化解之道 告诉我 我在节目当中 再跟各位分享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 在这里祝各位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 继续我们大锁链 第二集 谈中美之间外交矛盾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